Hi! My name is Kai Ewan 我們今天要來跟您分享一款比原廠更厲害 更多功能更多自定義按鍵的XBOX搖桿 那這就是我們的PowerA Fusion Pro 3 那我們就直接來快速開箱吧 哇塞這個XBOX搖桿還有附一個收納盒也是怎樣 這就是我們的收納盒的部分 那它是一個比較硬殼的收納盒 就是讓你在丟到背包裡要丟到行李箱裡 就不用擔心它說 我去擠壓到我的搖桿上面的蘑菇頭 讓它有點位移或是故障之類的問題 講到了問題 我們這一款搖桿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做到 就是他們竟然有一個原廠兩年的保固 你自己看Xbox原廠的搖桿 它好像只有三個月的保固吧 那你其他品牌頂多一年的保固吧 這兩年的保固是到底是怎麼樣 盒子裡面還有附給你兩個可以自己更換的蘑菇頭 這是原廠沒有辦法辦到 然後這裡還有附給你一條超級長的 USB Type-A到Type-C的傳輸線 最後盒子裡面還有一些說明書 還有貼紙啊 哇 那我們就直接講一下我們這一個Fusion Pro 3 它這一支搖桿的三個比較大的特色 就第一個我們正面看到下面這裡有一個神奇的撥桿 那這個撥桿呢 它就是音量調整鍵 就是我們下面有耳機孔嘛 原廠的也是有耳機孔的部分 但是我們如果要調整音量的話 我們原廠的搖桿你要到設定裡面 你才可以慢慢去 慢慢一格一格去調整我們的音量 我們沒有辦法在不同的遊戲間切換 然後就快速去調整音量 那這個Fusion Pro 3 我們就可以切換不同遊戲 音量不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快速來調整我們的音量部分 第二個特色就是我們搖桿背面的LT跟RT 這兩個就是我們開賽車遊戲的油門跟煞車 這兩個撥桿 我們可以調整我們的觸發深度 就是我們現在把它調整最淺跟最深 你應該看得出來有點不一樣吧 或是你有玩什麼遊戲 你覺得這個觸發深度太深了 你按久了有點手痠的話 你可以直接把它調整最淺 你就有點像是上面這種按鍵的概念 就是輕輕按一下就可以觸發你的腰桿 第三個特色也是在我們背面 就是我們有四個自定義的按鍵 那這四個自定義按鍵要調整也很方便 就是我們這裡有一個自定義的按鈕 我們可以即時的來調整這後面四個按鍵 所以我們玩遊戲忽然覺得 欸我想要配置什麼東西到這個按鍵 那我們可以即時的就在玩遊戲當中 即時的去配置 我們不需要去安裝軟體 然後還要這軟體拉來拉去之類的 先說這一個搖桿是廠商直接寄給我 但是我沒有收到任何一毛錢 我們也是用心的做測試 我們也用心做出這一支影片 對希望是有幫助到大家來 再挑選到適合的搖桿 那我們現在就在玩我們的糖豆人 那我們現在手上這一個是POWER A的搖桿 那我現在後面的四個自定義按鍵都沒有另外重設 我們現在就很簡單的控制 左邊這一個搖桿我把它換成一個比較長的搖桿 那控制起來輕鬆非常非常多 這個POWER A一震動你會覺得很扎實 然後整隻手都有一個很低沉很穩的一個震動 我們現在用這個原廠搖桿 它的震動呢就比較鬆散 比較弱然後比較頻率比較高 所以它會感覺好像快要解體的感覺 那POWER A呢這個部分就做的我覺得是稍微比較好 震動強度又更強 然後它的扎實程度又更好 這個POWER A的音量調整鍵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像是我現在不太想要聽音樂 我覺得很吵 我可以把它馬上調成比較安靜 那我想要繼續玩遊戲我可以把音量再開回來 那我們原廠的搖桿如果真的要調整音量的話 我們要Logo 然後我們要到最下面 我們要的音量調整 我們才可以慢慢調整我們耳機的音量 這真的差很多很多 這個音量調整鍵我真的超級喜歡 它有一個小小差別就是原廠的Logo是會亮起來的 它這個POWER A是就是一個貼紙的概念 那我這一個是XBOX ONE的搖桿 它是沒有一個分享按鍵的 那我這一個POWER A是XBOX Series X 或者是Series S的XBOX搖桿 所以它上面有一個分享按鍵 我們在XBOX ONE上面其實我們也可以按這個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擷取一些影片內容 這POWER A後面的這個搖桿 後面手握的這個握把的部分 它的材質其實有點像是一個軟軟的 橡膠細膠不知道是什麼的軟軟材質 那原廠的是就是一個塑膠硬殼的 那我剛剛又試了另外一個蘑菇頭 那我自己個人喜好就是我覺得 右手邊這邊的蘑菇頭可以用成比較短的 左手邊這邊可以用比較長的 你可以有更細微的調整 像是我們現在在開的賽車 就會有更細微的調整 更輕鬆的調整方向 用過POWER A的搖桿 然後再用原廠的搖桿 哇塞這個振動馬達根本就在搔癢你的手指頭吧 我們那種換檔啊 還有我們路的打滑的感覺啊 或是碰到賽道的邊緣的感覺 哇塞完全都弱弱的 沒什麼感覺 然後我們再趕快換回我們的POWER A感覺看看 扎實低層非常非常多很強啊 整個而且是整個握把的後面都有一起震動 而不是只有像是原廠手把 好像只有手指頭在震動而已 我們也稍微玩一下自訂壓鍵 我們後面現在兩個把它設成升檔跟降檔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原本想說降檔升檔可以設在上面這個按鈕 但是我發現我的手好像稍微有點太長了 因為我的手應該算蠻大的 所以這樣子握起來我的手自然放下來 上面這個按鍵其實比較難按到 可能可以用指腹的第二個關節的手指頭來壓它 但是你如果要指尖的部分來壓上面這個按鍵 稍微有點吃力 所以我把它設成換檔換成下面這個自訂按鍵 按起來比較剛好我的手指頭的位置 我們現在又把我們的POWER A搖桿連接到我們的電腦上面 那我們現在也下載了另外一個它原廠的軟體 叫做POWER A GAMER HQ 所以它的官方軟體我以為有什麼自訂按鍵 可能也可以自己在電腦上面調整更快速 結果沒有它就是一個測試 然後就是看我們搖桿如果有飄移的話 我們可以在這個軟體做一個矯正的動作 那其它的就是什麼震動馬達有沒有壞掉啊怎麼樣 怎麼樣就這樣子而已 好那我們就繼續回到我們的搖桿 下一個我們來玩一下我們的射擊遊戲的部分 那我們一樣把我們的搖桿的觸發行程調到最短 就是快速的可以開槍啦 那個射擊的那個震動馬達真的還滿讚的 就是那個哇 然後整個手都感覺到在震動 這個射擊遊戲呢我們把我們的食指的另外兩個功能 就是我們可以丟工具的這個功能 跟丟雷的這個功能 我們把它丟到我們的後面自訂按鍵 那後面還有兩個自訂按鍵 就是我們設成這個拇指按下去 跟右邊拇指按下去的這兩個功能 一個是跑 一個是滑行 這樣子我們食指永遠都可以在板機上面 那我們拇指永遠都可以控制我們的方向部分 這樣才不會讓我們手全部都手忙腳亂 又要按這個又要按這個 然後這樣子 原廠的這個LTRT的觸發 它的深度是稍微比較深的 觸發行程是比較深的 那這Power 8這一款呢 它的觸發行程深度最深的話 就比較淺了 但是你還可以讓它更淺 淺到一個 按一下就直接觸發的概念 這個觸發深度其實就是看你個人喜好 還有你的遊戲到底有沒有支援這種觸發深度的感應 那你如果沒有觸發深度的感應 像是你玩射擊遊戲 那只是要扣板機而已 它根本沒有說 按一點點跟按全部的差別 所以你可以像是Power 8就可以來調整說 我只需要短短的觸發 那原廠的這個就是沒有辦法辦到 永遠你要玩什麼遊戲就是這麼深 你要整個按下去才可以觸發 那我這樣用起來我是覺得 Power 8 Fusion Pro 3這一款 比原廠的觸發壓力稍微再大了一點 就是我每一個按鍵 按下去的按鍵力道會稍微大了一點 就是彈簧力道稍微大了一點 就回饋可能更明確 但是你也需要花更大的力氣才可以把它按下去 也是看個人喜好 那我們蘑菇頭的部分也是一樣 我們左右的彈簧 就是上下左右這個彈簧 也是力道稍微大了一點點 那原廠的可能是稍微就是 就是可能會比較容易誤觸嗎 或者是比較不小心撥到之類的 那Fusion Power 8就是比較扎實 你需要用比較大的力氣才可以把它推到另外一個方向 這樣子 一樣就是看個人喜好 那下一個這個 我覺得這兩個搖桿差距比較大的部分 就是我們這個D-pad 這按起來兩個字完全不一樣 就是原廠是這種 咔嚓咔嚓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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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種按下去就會掉下去 就是比較tactile 就比較有一個斷層的感覺 就是按下去它會很明顯的就 掉下去這樣子 那這一個Power 8它這一個就有點像是你在按 筆電的那種鍵盤的感覺 就是薄膜鍵盤那種 就是朦朧模糊 然後就是一個 這樣有沒有形容得清楚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反正一個是咔嚓咔嚓 一個是 所以這個Power 8就是按起來會比較安靜啦 比較不會有這種 咔嚓咔嚓的聲音啦 就是也是看個人喜好 還有一些小小的細節啦 就像是我們上蓋是可以這樣拆起來 那你上面這個圖形 你如果喜歡這一個 不喜歡這一個你也可以自己去做更換的部分 這個原廠的部分 就沒有辦法辦到它 白色就是白色 黑色就是黑色 藍色就是藍色 沒有辦法自己去做調整 那還有這個Power 8這個上面的蘑菇頭 我們是可以自己去做更換的 就是我們喜歡這種比較 長的不一樣的蘑菇頭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去做更換 那這也是在原廠的腰杆 沒有辦法辦到 你就是長這樣 那上面的蘑菇頭磨損了 你也沒有辦法輕鬆的去做更換 下一個這個細節就是長時間使用 你才會發現就是原廠這個腰杆 它的組裝品質不是很好 就是它的接縫處都非常非常大 有點像Tesla的概念啦 就是它的組裝品質 縫隙都超級無敵大 所以你在玩遊戲長時間玩的時候 流手汗啊 然後有些污垢卡在裡面 非常難清潔 你還要拿紙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輕過去 所以我才把這個縫隙啊 全部用膠帶上貼起來 不是我想要讓這個腰杆長得比較特別 是因為它縫隙裡面全部都會卡髒東西啊 很難清潔 所以我才把它貼起來 那這個在Power 8上面 我覺得就是一個比較大 厲害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的縫隙 第一個縫隙非常非常的小 第二個就是它的上蓋可以整個拆開來 所以我們整個旁邊的清潔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我們如果真的卡污垢啊 手汗啊幹嘛的 我們用紙 整個上蓋拆起來 用紙 輕鬆的就可以把它清除 這個就是 原廠的搖桿 比較大的一個缺點 這也是我覺得我長期使用下來 這個原廠的搖桿 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這Power 8整體的手感啊 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因為它整個形狀跟原廠的搖桿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它也被官方有認證過 所以你在原廠的Microsoft商店 你也可以買到這個Power 8的搖桿 就是原廠有認證的優質搖桿啦 我本來有一個音的搖桿 就自行搖桿